大白天妈妈一手牵着六岁儿子 另手抱着三岁女儿 走在台北街头 但就在这时 一名陌生男子竟突然冲上前 试图强行抢走女童 母亲抱着娃吓坏尖叫 她还是不罢休 双方不停拉扯 路人赶忙上前帮忙阻拦 怪男才没得逞 民众也觉得离谱 嫌犯是名四十岁印度籍男子 在台湾转机要去纽西兰 没想到第一天就喝酒喝到吗 到台北中山区一间旅馆前 拿雨伞丢人被驱离 没完没老的她 一路闲晃到大同区长安西路 人行道上 当街一途抢路三岁女童 妈妈紧紧抱住孩子大声呼救 事后法院认为 男子故意对少年犯强制罪 判处有期徒刑四个月 执行完毕后驱逐出境 孩子在身边的话 就是要注意 父母亲的那个当下处理的环境 那我相信那个孩子一定 心理上面一定很大的问题 对焊离谱行径 让不少父母心驾驾 警方提醒 如果紧握孩子的手 最重要的是 时刻警觉周边情况 避免意外发生 既然姚立香 泛亚桥台北报道